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個 技能平衡更動的一個資訊囉 那昨天晚上我應該已經在直播上面稍微介紹過了 那當然後來我還是... 就是因為比較晚了我就沒有先馬路完在... 在相片在休息 我就是早上才錄 然後... 當然我中間也有先稍微看了一下 想了一下就是到底哪些角色的改動是好的 就是可能會... 比起第一時間直接來介紹來講 可能會多想了一些這些角色的改動 到底實際上可能不會講出 就是有時候看到好興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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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多想一下就覺得好像也還好 然後可能有時候就是第一時間看到好像還好耶 但實際上想一想不對好像有點強耶 就是會先多思考一下下啦 好啦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這裡的每一個技能組 那因為我先多思考一下 所以可能會再稍微介紹久一點點 可能會稍微介紹久一點點 可能會稍微介紹久一點點 但我會盡量的介紹詳細一點點喔 好啦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個 風心記 風心記這裡的話 相信被砍是大家都可以預料得到的 那風心記的話 它這個冷卻 它這個冷卻從5回合變成6回合 說實在話的 有影響 但這一個改動 我個人認為 它 整體上來講 風心記應該會從 現在沒有意外就是99分嘛對不對 它應該會掉到95分到90分之間 不會掉太多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它總共改動了什麼 它總共改動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 三技能CD加1 第二個是 原本的增傷幅度是 這個每下增傷20%會增傷100% 現在砍半最多只增傷50% 可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風心記這個頂端在玩 只有極少部分 真的要去撐傷害的人 4號用爆傷 所以這個傷害量其實是附加的 對於傷害來講 就算我們一個風心記 它完完全全沒傷害 它只要能控場 對我來講 就很棒了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角色 所以這個傷害給它砍的分數 大概就是砍1分2分 頂多3分就極限了 可是呢 這個CD加1的話 有感 但沒有到那麼的明顯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風心記 現在的風心記 它的這個3技能CD多少 吃滿是4回合 所以它的3技能只要觸發成功 CD-2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這一回合我一行動 我攻擊完之後 來CD-2 現在剩下幾回合 2回合 等一下我們先加 改動的時候5回合對不對 然後 技能觸發成功之後 砍2回合 變成3回合 然後呢 吸100%攻擊條 所以我現在行動了 再扣1回合 然後呢 輪到2技能使用 2技能攻擊完 只要技能發動成功 CD-1 剩下一回合 所以剩下一回合了喔 剩下一回合了喔 剩下一回合 所以 它還是一樣能夠3接2接3接2 還是一樣可以這樣一直接的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 現在的風心記它的容錯率更低了 因為以前是即便我的2技能使用失敗好了 我只要暴走 我一樣可以去3接2接3 但改完之後呢 2技能只要這個技能觸發失敗了 就沒有減到CD的話 那我3技能當下 就算我暴走 我3技能也不能立刻使用 就是 容錯率 抵抗的價值變高了 所以這個改動可能會扣個5分到10分左右 這個改動是會有感的 但是 整體上來講 風隙技能還是能做到跟以前一樣的事情 只要你的運氣夠好的話 它能做到跟以前一樣的事情 但 我覺得這個改動就是讓什麼 就是讓未來啦 風隙技如果真的 3接2 3接2 接起來的話 你會更暴走 你會更不爽 因為明明就是有抵抗的機會 你會更不開心 但 它還是能做到跟以前一樣的事情 只是 呃 它能做到跟以前一樣的事情的這個機會 變小了 再來 水魔島 其實我沒有想到水魔島會在這次被砍 因為我其實覺得水魔島真的好像還可以 我真的覺得還可以 那 他現在砍 他 砍到25%的體力 原本他是60% 然後經過兩次砍之後 先Buff一次之後經過兩次砍 現在是他25%的體力 這個的話呢 就會造成其實 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有戰術性使用上的狀況 就是 呃 30%血以下 封龍騎 暗龍騎 這個激流 激怒 激流 無視防禦 所以這個技能可以去搭配封暗龍騎 等於幾乎就是一顆頭 或是像什麼 蜂熊啊這種角色 就是可以去做到一個很高傷害的一個輸出 但 雖然說 娜娜可以這樣搭配 但整體上來講他覺得是削弱 因為只有針對特定的角色 他能夠發揮這個25% 降血復活的一個正面效益 但其實大部分來講 他會讓其他角色復活來講 更容易去收掉這些角色 尤其是原本可能 我走一些高傷的角色 我就是讓娜娜搭配他們 去做一個 呃 拼收頭 拼收頭的隊伍 那像什麼 像是火瑞奇有時候也是會這樣去使用嘛 就是 娜娜火瑞奇去扛一些 呃 速控隊什麼的 就是我 復活起來 我還有40%的血 我的火瑞奇可能還可以多彈個幾下 只要能多彈一下 就多一次插隊的機會 但現在 25% 你可能一些血比較少的角色 一復活再被摸幾下 還是會直接下去喔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娜娜又被砍了 這個砍應該會讓娜娜出場的機會 又更小了 以前就是 如果 我選風心技 對面選娜娜 我選娜娜對面選風心技 以前的場合幾乎就是 這兩個角色在拼首選 那現在的話 我覺得風心技還是有很高的機會 會出現在首選的位置 但娜娜在首選的位置 可能會 下降很多了 這真的是 一代版本一代神 我覺得娜娜會 稍微走下坡 呃 我還是必須說 因為我沒有娜娜這角色 所以我對於她的感覺來講 可能沒有那麼精確 或許她之後還是會一直被首選吧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感覺 這個25% 會讓她的出場機會 下降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的話 火兵器 現在原本是 敵人死亡的時候 才會加自己的攻擊條 現在改成 雙方只要有人死掉 只要有人陣亡 那她就會加自己的攻擊條 75% 而且會增加這個 死亡目標的攻擊力在自己身上 所以這個角色我現在直覺性的想到什麼 我現在直覺性的想到 她如果配娜娜好像不錯欸 你看 她配娜娜 只要雙方有人死掉 她一瞬間 她拉75%攻擊條 有可能因為靠著這個被動技能加傷害 她可以直接收掉一顆頭 對不對 不過我現在想要知道一點是 如果是火兵器死掉的話 那到底會不會加攻條 如果火兵器陣亡 然後娜娜復活 她也會加攻條的話 那我覺得火兵器加娜娜 就是一個公會戰很漂亮的進攻陣容了 那RTA的話 我覺得這個陣容還是很容易被控啦 所以發揮上未必漂亮 但在這個 公會計程戰上面應該會是一個很不錯的進攻組合喔 然後再來的話 水兵器 水兵器 聽說 聽說這個 她改了最主要的東西是 原本是大於等於 有等於喔 大於等於三名的時候是尋打 小於三名的時候才是單體六次 現在改成 只要是三名 包含三名以下 都是六次 所以這個最最 反應最明顯的 就是在公會計程戰上面 她可以直接打三下了 然後 聽說原版英文的介紹是有一個群體暈眩的 所以如果水兵器 她還有附帶群體暈眩的話 群打如果有暈眩 然後單體又有一個無視防禦的話呢 那我自己覺得她的傷害能力可能還算不錯 可能會表現也不錯 她可能會撐一點點體力 然後 攻擊不用太高 因為她的這個六段攻擊有無視防禦 那也不要體力太低 就是因為她有一個一定的控場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水兵器可能會變成一個 呃 機動性非常高的角色 但實際上還是要使用之後才知道 因為水兵器這個角色 唉 李妍這個角色 原本真的很可憐啊 但現在有無視防禦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看她之後的表現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還蠻期待她的傷害性的 然後再來封兵器的改動 我就覺得比較還好 她是原本的50%體力以上的時候 是造成追傷 現在呢 是她把追傷 首先是300%攻擊的追傷 再來 她現在是50%體力以上 是增加這個吸攻器條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讓封兵器多了控場的能力喔 欸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的 那個像是誰啊 封流浪嗎 好像也還好欸 反正就是類似封流浪這種 有追傷型的打手角色 那 這個這樣的角色 這樣子多段型的角色 通常都會去想要拚一個 追傷魔礦的輸出啦 那實際上的使用的話 我覺得 三隻兵器改完之後 我最期待的是水 因為水的變動最大 然後再來是火屬性 封的我覺得還好 但因為是吸收攻擊條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觀察一下 他們三隻應該在未來都會有一定的出場機會 而且都是不錯的 有機動性的打手角色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他們會在 可以在很多的場合出現 而不是純粹的打手 像是什麼 暗魔弓啦 然後光小惡魔啦 火最高啦 這種角色都是純粹的打手 他們基本上不用特別的撐體力 因為他們撐體力 只要被控什麼 他們只要第一輪輸出 沒有打出傷害來 基本上就是翻了 可是兵器大師的輸出方式不太一樣 他們更像是 我可以坦 我只要中間或是 我只要中間 我坦出傷害 我只要中間有一次暴走 一次打出傷害來 可能就可以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 這樣的角色的機動性就會再高一些些 那再來的話呢 OK 業力這個技能 增加效果 使用完之後會追加100%的攻擊條 就是跟 很像是封號吧 不過 他是加100%的攻擊條 可是不是立刻獲得回合 所以還是可以被插隊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我很讚賞這個 業力這個改動 因為 正確 我陰陽師系列 確實他的賣點是業力 所以要從業力這個技能 原本可以給到的 這個 效益太低了 所以從這個技能上面去做改動 我覺得是正確的 那 業力的話 等於說他現在可以 這些角色可以去使用完技能之後 去做到一個 要嘛是洗CD 要嘛是做出其他貢獻的 的事情 然後呢 呃 火陰陽的話 這邊我覺得 我跟你講 各位 火陰陽沒有意外 他會是本次最大熱門之一 為什麼 他的三技能 改成將指定目標弱化效果套用到群體身上 所以 火陰陽現在可以2接3 他可以直接變成群體業力 群體的壓制狀態 壓制狀態是為了懲罰對面不要去使用技能 而他這樣子2接3幾乎就是 逼對面不能使用任何的技能 因為一用技能直接扣50% 欸這個超強耶 這個很強耶 這個真的很強耶 但是 呃當然啦 對面不能有陸陸這種群結角色 如果有的話當然就是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可是火陰陽 肯定會是下一波的 我自己覺得啦 肯定會是下一波RTA的熱門角色 我很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 然後再來 水陰陽的話強化效果變成2回合 這個也是很漂亮的 這個也是很漂亮的改動 我覺得原本就是 因為水陰陽動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 狀態就沒了 好像效益真的沒有很大 但現在改成2回合的話 我自己的想法啦 就是我一定會把它拿去跟光傲做搭配 因為這樣我就有什麼 我這樣就有2回合的無敵了 等於說 水陰陽加光傲 等於 光傲加光海王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很強 大家這樣有沒有突然覺得 變強了對不對 所以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我之後一定會拿來跟光傲做搭配 那大家也可以去拿他去跟一些 像什麼 像是 火最高也可以喔 因為他有一個無敵 那或者是 火上犬 或者是 就是 原本可能只有一回合的免疫角色 也可以跟他做搭配 像什麼 豎琴系列阿 或者是其他的免疫 你可以把這個 無敵的時間拉長等等的 那 等於說 水陰陽的一個 使用的這個機動性 又在更高了 又在更高了 那這個改動我覺得 也會讓水陰陽 可能會變到 原本他可能是在 平級可能是在 A-A的位置 現在我覺得他會跳到 A加或者是 S- 就是大概在80-85分的一個位置 我還蠻期待這個角色在未來 我一定會拿出來 我一定會拿出來玩 最近我就會把這個 火陰陽跟水陰陽 想辦法把他吃滿技能 這兩個角色原本都沒有吃技能 我接下來會想辦法把他吃滿技能喔 然後再來神獸森的話呢 好這裡 看覺醒的就好了 這個 神獸森的E技能從加速 改成 改成消狀態 OK 那 那 這樣子的改動的話 肯定 神獸森系列 未來在 公會拒點站的防守 會出現 一定會出現 有消狀態的角色 都是有機會在公會拒點站出現 尤其是這種油彈 有消的 而且呢 我想問一個問題 火神獸森是 康姆托爾死養的寵物嗎 為什麼就他一個人 其他人 這個 那個 其他人 水 風 光 暗 都是消一個 為什麼就火神獸是全部消掉 火神獸真的是付多少錢啊 還是 還是 comtus覺得火神獸太爛了 沒有啊火神獸森其實很強欸 那三技能有個群體沉沒 其實不錯欸 其實不錯欸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給他一個人特例啊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嗎 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他特例是全部消掉嗎 然後再來的話 火爆女 火爆女是原本是有提條技能的話會增加50%的效果 然後退條技能減少50% 然後另外 是有加公條的時候自己攻擊速度會增加 現在改成自己攻擊的時候會獲得一回合免疫以外 如果對方使用退條技能的時候 原本是我 原本是使用提條 原本是自身提條的時候去加攻擊速度 現在改成對方退我方任何一個隊友條的時候加自身攻擊速度 所以 這個技能 這個改動 基本上是針對像是這個風心技 像是風心技啊 像是什麼 有退條的角色 風爆女啊 風化博 是針對他們做改動的 而且屬性上也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火爆女未來可以作為一個戰術性的出場 去針對風心技 風化博 這種角色會退條 而且還蠻煩人的退條角色做一個 做一個反制 所以這個角色改動 確實有達到了之前說的就是 聖戰的生態哪一隻角色太強 就小砍他一點點 不要砍太多 小砍他一點點 然後出幾隻角色去counter他 那這樣的改動其實就很棒 這樣是不會讓一個角色 就是 原本50分 啾 99分 再啾 50分 不會讓他洗三溫的好像跳那麼快 他是可能50分 啾 99分 然後到啾 到90分 然後因為出了counter角色 或counter角色變多會 啾 到80分 85分 就是他的這個幅度不會到那麼明顯 也不會讓大家有這麼多的一個聲音啦 對 但是這個改動我覺得就很不錯了 然後水砂彈現在攻擊的時候不會觸發衛命中效果 那直接想到的呢就是公會巨點戰又更強了 然後也不用擔心這個客屬問題的話 那這樣再打這個火先鋒這種角色也就變得更漂亮對不對 但是水砂彈我覺得最主要可能還是在公會巨點戰上面啦 那在RTA的話就是比較特殊的陣容 然後針對比較特殊的角色的時候去使用 會有奇效 就會有奇效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按鈕 按鈕多了一個單消 按鈕多了單消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單消 這個單消我真的覺得還好 為什麼 因為 說實在話的啦 按鈕咒下去你不死真的也半條命了 你有沒有消真的沒差 真的沒差 因為後面可能隨便再摸一下 那個目標就會死掉了 所以 這個改動 嗯 我給過 但是 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就 加分沒有那麼大 因為按鈕 按鈕就像是我前面說的 他就是一個純傷害型的角色 而且他就是出手就要人命 所以 有沒有消對他來講真的不重要 但是 如果今天你玩的是坦按鈕 是你玩的是一個 暴走 反擊 然後可能速體體的 速體體擺爆這種按鈕的話 拼追上的按鈕的話 那按鈕那就還不錯 那如果你玩的是坦型按鈕的話 會加很多分 但如果你玩的是這種攻擊型按鈕的話 那就沒用 那這個改動就真的完全 對你來講可能加個一兩分就不錯了 再來 火牛 欸火牛又改強了欸 火牛的崩潰 變成 多一個群條一回合 欸火牛這個改動 越來越強 公會戰防守越來越強 不過要注意喔 他是在自身回合 所以他必須要 他必須是在主動使用崩潰這個技能的時候 插到群條 他在進度冷卻之後 你打他的 你打他的反擊崩潰是不會有群條的 所以還在可以接受 就是 變成說 要去防他的 開場的那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帶免疫 或你沒有帶 你沒有帶醫治或你沒有帶免疫角的話 就可能會 稍微要小心一下下 然後中間這裡的話 沙漠女王的減CD 火沙漠更煩了一些些 對於要搶先手 然後去做冷卻輸出的話 火沙漠又更煩了一些些 因為CD減少了等於說降低了一個 他能做事情的一個空窗期變小了 那這個改動 讓火沙漠的表現我覺得更漂亮了 光沙漠的話 一樣現在的被動角色越來越多 所以 讓他的這個三技能 可以去更頻繁的使用 絕對是在RTA 更可以有效提升他出場機會 當然這個機會可能不高 可是 我覺得 這個改動是好的 那對於RTA什麼來講 我覺得當然表現就更棒嘛 但光沙漠確實在使用上面 還是比較少人在使用的 當然 降CD的話 如果未來 你就這樣想嘛 如果這個光雀技能 是三回合可以用一次 你會不會一直用 一定會啊 所以 這個技能其實不錯 而且他真的很棒 只是 他沒有那麼好使用而已 所以這個技能我還 我覺得CD這樣的降低 是小幅度的增加他一個出場時機啊 然後 水極力加冷凍機率提高 OK沒什麼 然後風鳳喔 風鳳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多了一個暈眩一回合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超級強 我跟你講 昨天直播我已經吹過一次了 現在再吹一次給你們看 我告訴你這風鳳有多強 我跟你講以後風鳳喔 你只要裝絕望符文 你看你一技打下去 他一技是48%的暈眩機率 我都已經查好了 一技打下去 裝絕望符文一技打下去 技能本身暈眩 沒暈到沒關係 絕望二次判定 絕望沒暈到沒關係 被動技能三次判定 你看哪一個角色 全魔力哪一個角色 是有三次暈眩判定的 有 火皮 好啦 這個 完全沒有改到重點喔 不要管他 下一次 火仙人 火仙人現在從 原本從 退條 改成 吸攻條 這個改動 大部分來講 是好的 為什麼我說大部分 因為原本 他可以去counter 光熊貓 但現在 他 不能counter光熊貓 因為他有吸攻條 光熊貓 的被動技能就會觸發了 所以火仙人這個改動的話 整體上來講 大部分加分 但是對於特定情形下 是扣分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風仙人剛才不小心 直接被我跳過了 因首次攻擊死亡的話 無法復活 OK 就增加了這種 禁止復活的技能 那這樣的話 就對於 對於水滴這種角色 就 更好打了 那 這個我覺得這個真的還好 那但是 大家下面會講到 風仙人的身體素質 要改動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才是風仙人真正的重點喔 然後呢 暗狗頭的話 攻擊一次變成兩次 追傷變痛 等於說追傷變強了 然後傷害不變 再來 技能改成 只要雙方有人掛掉的話 技能冷卻會重置 OK 那下一個 暗海王的話 攻擊完 你問我說 暗狗頭為什麼沒了 暗狗頭就真的沒了 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這個 沒什麼好聊的 這個暗狗頭 再 再 再做一下 再做一下 這個暗狗頭可能 再給他一點時間喔 然後 暗海王的話 多了一個 對目標之外 所有的目標 炸一回合的持續傷害 這個技能其實 大家如果覺得好像沒什麼用的話 其實有用 因為暗海王本身有一個 有負面效果的時候會增傷 所以等於說原本他要靠隊友來幫他 達到增傷的條件 現在他自己就可以達到 雖然是要在下一個回合 自己 下一次行動攻擊之後 才可以去使用到這個毒的 增傷效果 但是至少他自己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了 然後再來 先鋒的話呢 是從 第一次到第三次的打擊 從退條改成 消狀態喔 那這個的話 原本的暗先鋒 他是要 靠隊友 才能去觸發一個 三技能的價值 現在他本身 他自己就可以去觸發三技能的價值 雖然說減少了控攻條的效果 但是因為他本身就帶有 暈眩跟負面效果延長的一個效果 所以 即便不能控攻條 我都覺得還OK 所以這個改動的話 是讓他自己有一個 單獨 單獨處理某些事情的能力 那是小加分 再來呢 這個風溫跟光溫的二技能 多了一個 忘卻效果 欸這個的話 我覺得很棒 這個 一定未來在這個 公會巨演戰的進攻組合上 我會拿出來玩 這個技能是很漂亮的 因為現在四星其實 四星的忘卻角色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那 如果讓這種比較基礎的角色有一個忘卻 而且他們本身就是有一定的 續戰能力的話 那他們的表現會很棒 會很棒 然後像 我就直覺想到嘛 你看 現在可以幹嘛 現在對上光鬼的話 我可以直接用風溫跟風鎧甲 因為以前是 沒有暴 以前的話是這個 光鬼不會被暴擊 但我只要等上忘卻的話 我風槌敲下去 光鬼可以直接不見 所以 這個改動的話 呃 會讓四星巨點戰 增加他們的出場空間 進攻的時候 防守可能還要 但進攻會增加很多出場空間 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的話 西爾飛的火西的退條增加 這個 影響不大 然後 水溪的這個 技能冷卻減少 變成無條件 這個其實我原本根本不知道 還有技能冷卻的效果 但 OK 這個的話 因為原本 水溪而飛的是可以拿來單打龍的啦 那 水溪而飛的變得更有機會單打龍 變得更有機會單打龍 除此之外 這個改動 我覺得對於水溪來講 出場空間率可能還是極度有限 然後 風溪的話 護盾量要增加 這個很棒 因為我本來就是會使用風溪而飛的 這個防禦 護盾量增加很棒喔 對於四星巨點戰來講 我會有更多的機會去使用到這個角色 他也會變成一個 風派拉丁的 的 替代角色 然後光溪的話呢 是從原本 是 補前滿血 補前滿血有免疫 現在是補後滿血有免疫 就有點像是誰 有點像是那個 光霍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不錯 這個改動也不錯 我自己覺得 風的跟光的 西爾飛的未來我 我會在公會巨點戰上面 是有更多的機會出場喔 然後魔斧女將的話 說實在的 我覺得沒差 我覺得沒差 魔斧女將跟公公妤妞我覺得差不多 他們都是增加一個機率什麼的 可是其實 魔斧女將的重點是在於 他的 他太輔助了 他除了輔助以外幾乎做不了任何事情 當然這次的改動啦 對於像是什麼 像是水跟暗的 他的一個落花效果 現在應該吃滿技能是100%吧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100%喔 那 如果有一個群體的這個 降攻跟破綁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是三回合的 就觸發 觸發Grid的時候 是一個三回合的 確實還不錯啦 只是 就真的效益有限就是了 未來我會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做使用 但我自己 目前不看好這個系列 他們的技能非常特別 可是我覺得他的技能的賣點是什麼 就是那個Great 他本身並沒有多獨特 就是那個Great 會讓他的這個 效益增加 可是太賭了 然後又沒有 又除了這個賭以外 他又沒有獨特 專屬於他的一個 一個 技能組模式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還好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下面的話呢 是 水龍坡 然後看一下喔 火的增加挑釁 水的增加破綁 欸水的增加破綁喔 光的是多一個消 OK這不錯 這也不錯 然後 OK現在他使用那個 這個五銀角應該是二技能吧 現在他是 原本是他有機會二界一 現在變成是有機會二界三的意思嗎 是變成有機會二界三嗎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喔 這個那個什麼龍坡的 那個什麼龍坡的 他是 他是二技能還是三技能啊 看一下 旋風角 對是二 所以他現在變成有機會二界三耶 如果有二界三的話 其實還蠻痛的吧 能二界三其實還蠻痛的吧 你想一下按鈕二技打下去 按鈕二技打下去 然後直接 直接變 接三技能 或者是水牛二技打下去 接三技能 而且水牛三技能還會破防 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改動還不錯喔 但是 我覺得可以拿來做防守 這個的話可以拿來做防守 因為機率性的 為什麼我是說防守 因為 進攻我們不會賭 要記得 進攻不會拿來賭 然後 這裡 這個是重點 水鳳 跟風鳳 他的一個 體力調整提高了 風鳳 風鳳我就跟你們講了 有沒有 又再次改強了 體力不是可憐的7千了 好不好 現在可能變9千了 風鳳的話 我自己不期待啦 我自己不期待 那風仙人比較期待一點點 為什麼呢 風仙人你們可以看一下喔 原本風仙人 原本風仙人 他的這個攻擊力 有多麼可憐 769 體力11850 可能有人說 老師 他就體力型魔靈 不然你是想怎樣 阿不是阿 他是體力型魔靈 你給他一個攻擊型的技能組 然後你跟我說他是體力型魔靈 你如果跟我說他的技能吃體力係數的話 OK 我沒意見 但他不吃耶 還有另外一個角色也是很可憐的 給你們看 另外一個角色也是我一直覺得應該要改的 應該要改他的那個 這個類型的 暗瓦 你看 又是一個體力型 攻擊力更慘了 659 跟防禦力還成對子 體力還是個順值12345 技能組 全部都是攻擊型技能組 就這樣的角色其實是很可憐 就是他們本身是想要走攻擊型的 可是 身體素質讓他們很難做到這件事情喔 所以風仙人的這個改動我覺得 有改到痛點 有改到痛點 所以風仙人我會小期待 封鳳凰就算了 然後呢 光爹 這裡改成加暴率 OK這個早該改了 這個早該改了 這個不改的話 其實有點 感覺有點激熱啦 這個 原本的抵抗是有點激熱的喔 後面這裡就是一些BUG 好啦 那這次就大概是一個 這次的技能改動的介紹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喔 那當然 大家也可以提出自己 對於這次技能改動的一個想法 當然就是幾家換了幾家醜啦 那一定有人角色被砍 一定也有人角色被buff 那一定也有一些角色是該buff沒被buff到 該Nuff沒被Nuff到的喔 像是光人魚啊 或是光人魚啊 還有光人魚啊 那個有夠煩的一個角色喔 好啦 那當然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 還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當然就是理性討論喔 那當然 我會只是分享出我自己的看法啦 但實際上還是要去看 真的使用完之後 會長什麼樣子 我才能做到一個最終的結論嘛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我們可以拍照 我們可以拍照 我們可以拍照